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澳洲央行再次加息 目前澳洲元利率达到惊人的2.35% 我们知道澳洲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就是每个月都在加 目前已经达到了2.35%的利息 现在问题来了 未来还会不会加息 会加到多少 目前根据澳洲西泰银行的保守估计 澳洲央行将会在明年3月底之前达到惊人的3.5%的利息 而澳洲其他的经济学家甚至于一些小银行 给出到明年6月份澳元将会达到4%的利率 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给出的公式 如果澳洲央行达到3.5%的利率 那么住房贷款的实际利率将会达到3.5%加上2.5% 也就是6%的利息水平 那如果澳元达到4%的水平的话 银行的商业贷款将会达到6.5%的这个级别 6.5%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100万的贷款一年的利息是6.5% 一个月的利息钱就是5400块钱 那如果你假设是一套自助一套投资 总共是200万的贷款 那么光是一年的利息支出将会达到13万澳币 这对于大部分即便是双职工家庭来说 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也会被消耗殆尽 因为毕竟每个人你拿出1万块钱一个月 作为利息你还剩下多少呢 付完这个房贷之后剩下的钱就会非常少 那么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了 就是吃喝玩乐和第三产业 以及房地产企业 那么当然了 在2020和2021这两年 我们知道澳洲大部分家庭是积累了很多的储蓄 因此短期内绝大部分家庭不会出现无法还贷的情况 但是一旦这样的高利息持续1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那么毫无疑问将会对很多家庭造成巨大伤害 那问题来了 伤害既然这么大 那为什么澳洲央行还要坚定并且是坚决的连续加息呢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情况 这个通胀这么厉害 如果不能坚定持续的加息 那么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如果不加息物价就压不下去 那么这么低的利息 大家都会最大程度的用满了杠杆 能借一百万的就借一百万 能借两百万借两百万 去炒房 炒地 炒股票 炒作一切有价值的商品 这样来说的话 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就会快速拉大 那底层的普通人他没有办法借到钱 他的这个生活价值 生活品质 以及他的资产会严重的拉低 最终高昂的物价也会让整个社会陷入疯狂和不理性中 大家都不敢存钱 因为这个钱贬值太快 都想赶快花掉 那最后的结果 我们自己想象得出来 那如果加息呢 你一旦选择了加息 那就需要下猛药 在最短的时间内压制住通货膨胀 所以包括美联储和澳洲央行都在不断重申 他们愿意为加息来付出代价 也就是明知道经济会受到影响 但是物价不下跌 它就不停止加息 简单来说 就像是我们生病吃药一样 你的病情虽然有所好转 但是这时候药不能停 你一旦停了药 病情反复之后 原来的剂量可就不够 当然药物的副作用也是很明显的 比如消费能力下降 房地产价格下降 企业的投资 潜力和欲望下降等等 但是由于澳洲最新的失业数据表明 目前澳洲的失业率处在过去35年的最低 换句话说 你只要能走路 基本上你就很容易找到一个养活你的工作 那目前呢 在悉尼和墨尔本一些咖啡店 甚至于开出了25澳元 甚至于30澳元一个小时来招聘普通的 这个服务员 换句话说 只要你愿意出去找工作 外面有大把的工作 也正是因为有巨大的这个职业率来支撑 澳洲央行能够不断的加息 毕竟我们知道 你只要有饭吃 只要能还得上贷款 那么少买一件衣服 少在外面吃一顿餐馆 还是可以做出牺牲的 那么我相信呢 在未来各国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要制造出一个 每个月都要加息的一个大环境 换句话说 就是要人为的制造出这么一个气氛 让大家害怕 不要去用杠杆去借钱 减少借款 或者说减少杠杆 这样一来的话呢 消费的欲望会下降 最终呢会把物价给压低下去 那么按照目前最新的预计情况来说的话呢 澳洲银行预计呢 在明年 也就是在2023年 物价基本还是将会维持在4%左右 但是在今年到年底的时候 澳洲的平均物价将会达到7%的惊人幅度 一直呢 要到2024年 这个物价才能缓慢回落到3% 换句话说 以现在情况来看 目前的加息 还不是最后一次 从现在到明年6月份之间 至少还有咱们说的保守一点吧 4次到5次左右的加息 可能每一次加息幅度不会像现在这样 是0.5%这么多 可能是0.25% 甚至于0.1% 但是澳洲银行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物价没有完全下来 不是短暂下来 是完全下来之前 它是不会停止加息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点击收藏保存和转发 我是麦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